哈喽 大家好 今天要来分享7-9个月副食品的更新 7-9个月算是一个进阶版的副食品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中间有一度觉得好焦虑喔 因为我突然不知道这个阶段我还能给它什么食物吃 因为它前面就是吃米糊 它吃得很好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呢 它已经有一点吃腻了 就是吃Sena 你知道吗 它对米糊的这个味道或者是这个口感 因为我都打得很细嘛 它都已经有一点就是兴致缺缺 然后我就有点头痛怎么办 可是米糊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里面 可以有肉有菜有什么什么 我觉得营养健康的东西全部打里面 它吃进去 Perfect 但是它既然已经有一点小拒绝吃米糊 我其实是有一点焦虑的 就我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赶快上网查了一下 然后什么什么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 然后过了大概一两周焦虑期 我就开始比如说米糊啊 不要打到那么细 就是时间打短一点 所以就会比较有口感 比较有一点颗粒 可是那个饭呢 就是我要先另外去用热它 所以确保那个饭是软糯的 你要去热到它真的是已经很软Q 然后再下去打 这样EVEN你没有打时间很长 它还是它吃到它不会觉得那个饭硬的 它吃到它那个东西就是软的这样 然后这样它有比较吃 就是改变那个口感 然后变得比较有挑战性一点 它就会觉得比较愿意吃 好像前面好像觉得 它好像觉得我瞧不起它 就是喔妈妈 come on 我已经七个多月了 OK 不要再给我这种 baby food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是先从米糊的 texture 先把它改变变稍微粗一点 不用打到那么的顺滑 保留颗粒感给它 然后到后面呢 慢慢一步一步 我们就开始给它吃一点面线 就它就吸吸吸 它吃得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开心 就它边吸它是会吸到笑的那种 就是它吃吃它是 它很享受那个好像很好玩 可以这样吸 然后有时候吸它会打到自己 吸力很强 然后那个汤 吸到自己这样 就很可爱 它是觉得好玩的 所以我们也有开始 那时候给它吃面线 面线我们是煮到非常烂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看 小额科医师的一个准则 就是你的软度呢 要软到你放到你的上颗跟舌头 可以很自然把它 轻轻的就把它弄碎 就把它碾碎 用你的舌头跟上颗 你可以把那食物碾碎的软度 就是可以直接给 baby 的软度 所以那个面线 你就是要make sure 你是煮到软到哪样 就可以给它 那它就可以 它就自己在那边玩 或是嘴唇一抿就断 这样 所以我们也有给它面线 我没有试过蕎麦面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不吃白面的 所以蕎麦面 EVEN我煮的很 就是煮的时间更长 把它煮烂一点 我觉得蕎麦面对它 还是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我们只给一次 那次给它试试看几根 我们发现不OK 我们就没有再给蕎麦面 所以才赚给它吃面线 EVEN是白面粉 那蕎麦面为什么比较难 很韧性 所以对baby来说 它其实还是 不是那么能够咬到它 因为细细的 你不可能一次一口 来四五根一次给它 那样可以咬 可是那个太大口 它会很容易choke 所以一两根给它的话 太细了 它没有办法很好的 精准的咬到 因为牙齿就那几颗 牙齦咬到或什么 就比较还是咬不断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 还是先给它面线 后来呢 也有给 也有买那个燕麦粥 就是麦片 就是Oatmeal 给它燕麦粥 燕麦粥主要我们就是觉得 可以加一点乌拉肥啊 然后可以加那个蛋 可以打蛋花下去 这样它就可以吃到这些营养 其实水煮蛋 它就温热的时候 是蛮软嫩的 就是蛋白的部分 蛋黄的部分 你就可以跟蛋白一起给它吃 这个食物我们是前面第一阶段 也就是五点五个月到七个月 我们都已经introduce给它 它是没有过敏的哦 如果要看这部分 可以去看前面的副食品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 嗯还没有 前面第一阶段还没有吃过蛋的人呢 可能要稍微分开给 如果你是比较小心腹 如果你比较随意呢 那就看你了 对所以水煮蛋呢就是蛋白 就是把它切一小块 然后就给它吃 然后蛋黄也是切一小块 然后一起吃这样 它是吃的很开心的 嗯再来还有结瓜 其实也是很好 可以给baby这个阶段 因为够软 你下去蒸啊 或是下去水里面煮 意大利瓜 它其实是可以很容易 就被煮得很软的 所以就直接给它 其实用蒸的是比较好啦 就营养什么 就都保留在那个食物里面 还有红萝卜 也是蒸完也是都可以很软 或者是 其实这些蔬菜啊 我们冬天 比较常吃火锅 因为最简单嘛 就有小孩 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煮饭 就是最简单 就是什么东西 就都落入味 然后就一锅 有肉有菜 然后什么都吃得到 有菇啊什么的 像这些红萝卜 结瓜 这些东西我们丢进去煮 或是等一下的那个 叶菜类的 像是油菜 菠菜或any 叶菜类的 你可以给它吃的 就在里面煮 煮到很烂的时候 我也会直接给它吃叶子的部分 现在都很软了 即使它没有咬 它用舌头这样 一用就是 那个叶子就是整个就 you know break down 所以是很ok的 这些东西对它来说 都已经到七到九个月 其实都 已经很没有问题了 以我们家这个小孩的状况 是这样 香蕉也可以直接给它啃 就是它是啃得非常开心 就是到这个阶段 它可以自己用牙齿去啃的东西 它是很有成就感的 就比起我们一直 就是为它弥补好 那些已经打碎的东西 其实它可以自己啃它咬 它自己是真的很 它是很享受那个过程的 覆盆煤也很好 也是一个很好的软度 然后就洗一洗嘛 红色的那个rasberries 然后就给它 blueberry还不太行哦 因为blueberry 其实它texture 没有rasberries那么软 它还是比较 整颗还是穿比较firm 所以blueberry 而且很小 它很容易就吸进去 suck in 然后很容易就 没有咬到没有消化 所以blueberries我是不直接给的 橘子啊柳丁啊 然后就切 然后就剥开 然后我是拿着抓着 然后让它会吸 它就会 它吃得好开心 它就自己这样吸吸吸吸吸 然后你就换边 放它换边 然后吸吸吸吸吸吸吸 那个纤维比较多 所以它也还没有办法说咬 断或吃进去 那那个它是没有办法chew的 所以呢最后就给它吸完 最后那纤维谁吃 我吃啊 啊不然勒 就是爸妈吃啊 不要浪费食物嘛 那纤维就是我们吃 它是会一直要的 它很喜欢 再来到这个阶段呢 奇异果跟酪梨 也都已经可以给了 这种软度都是可以给的 还有我们前一阵子有给它吐司 那天就因为 holiday season 就有朋友过来啊或什么的 那天是家里刚好有面包 所以不然我们平常没有在买 然后就给它那种briosh的那个面包 然后就吃一点给它 它也可以吃得很开心 所以到后期 其实就是奇异果酪梨跟血管面 因为前面 我有发现在第一期 5.5个月到7个月这个时候 我给它这些东西 我以为可以喔 奇异果酪梨这个 我以为它OK 但其实它还不是那么会咬 所以它会直接就吞下去了 所以在它的大便里面 我都可以看到 一块一块的 可能奇异果小小的 然后奇异果就是它没有真的咬 可是到这个阶段 我看它的大便啊 都没有这样一块一块 至少比较少 然后几乎它是可以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 它就又再进步了 奇异果跟酪梨直接给它 它是更能够去咀嚼 跟吃进去 然后消化的 嗯 血管面是最近我们给它 因为米糊呢 even打的有点粗粗 最近就是9个月嘛 打的有点粗粗的 它也不要了 它又觉得加senna 所以我们就 刚好我们家有 意大利面那个panet 鞋管面 我就把它煮得再更软一点 然后就切一块 然后配米糊 这样喂它 它就吃得很开心 所以它米糊它会吞下去 然后剩下鞋管面在嘴巴 它这样 然后自己在那边玩 然后玩得很开心 所以这个阶段 我们就是 这样子 给它这些食物 其实还蛮多的啦 像肉啊或什么的 就我们还是会给它米糊 还是会打在米糊 因为肉类它还是没有办法直接 吃嘛 因为比较粗 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给它过度 所以像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给它的 我就是打 然后配它这些可以吃的给它 它同时有吃到它自己可以咬的 有那个口感 满足它那个口感 然后同时也有 它还吃不了的那些营养 还是在 这样子 所以举例来说 苹果它还吃不了 可是苹果我们知道它的营养 维生素很丰富 所以苹果呢 我就会用打的 打完之后呢 就变苹果泥 加点水嘛 你补充水分 然后变苹果泥 苹果泥之后呢 就用酪梨或者是奇异果 然后就一口这样用汤匙捞起来 所以上面是苹果泥 苹果泥上面就有奇异果 它看到它一口 就一起送进去 它就一起吃到苹果泥跟奇异果 像是这样子 或是那个米糊 米糊那些肉啊 蔬菜啊 蔬菜的梗啊 或是一些比较硬的一些 它没有办法直接吃的 就把它打在里面 然后配那个鞋管面 就变一口 然后就这样一起挖 然后一起送到嘴巴 所以它就什么都有吃到 所以其实还是 有蛮多东西它可以吃的 嗯然后它也吃得很开心 哦对了 要补充一下 副食品是帮助它去过渡到 最后终究 它是要跟我们一起吃大人的食物吗 它现在已经9个月 其实我们已经 开始会给它吃一点点味道 像是前一阵子 我们有家里有那个 就是鲁 焖牛肉 然后就有给它 加到那个米糊里面 所以就有那个 焖巴的那个味道很香 它就吃得很开心 或者是说前一阵子 我们煮那个pasta 有那个pasta的sauce 然后我也会夹进去 但是我们自己要先吃过 我是比较 不给它吃太多太咸 或是太甜的东西 所以我会自己试过 我觉得诶 比平常又多一点点味道 有多一点点 咸味 但是不是太咸 这样我觉得就可以了 就是让它换换口味 我觉得就OK 所以我就会自己 嗯大人自己要先尝过 然后试试温度 试试味道 都OK 然后再给它这样 所以像上次那个pasta sauce 里面就有蘑菇啊 然后有那个番茄茄汁啊 所以就有那个番茄嘛 然后有节瓜 然后有肉酱 所以就里面有肉 牛肉末 还有那个火鸡肉末 就一起给它烘萝卜 所以它那几天吃的米糊 就是茄汁风味 所以 嗯 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 让它过渡过去 那不知道 我在想可能 下个月十个月的时候 慢慢可能给它自己 拿 汤匙喂 就不要再我们喂了 或是 这个就是 嗯 七到九个月副食品的更新 希望这些影片都有帮助你去 照顾你的新生儿 尤其是新手爸妈 就真的是会 遇到这些状况 你真的是会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很措手不及啊 然后真的不知道给什么 你又想要给它 比较天然的食物或食材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很够吃了 就给它这样 我觉得火锅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尤其是现在冬天 所以你就可以煮一煮 然后有一点点汤 有一点点我们的味道 不要太咸 对 那就今天影片先这样咯 我们下礼拜见 拜 拜拜